是做下列个函数的图形 y等于以3为底的logx 第二小题呢是以3分之1为底的logx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一样从y来取这个对数 好y呢先带0 好3的0次方等于1 然后再来呢y带1 所以3的1次方等于3 好2呢3的2次方等于9 好-13的-1次方呢是3分之1 4呢3的-2次方所以9分之1 好那我们呢把这些点都描绘出来 好描绘出来之后呢我们用平滑的曲线将它连起来 这条曲线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小题 以3为底的logx的这个函数的图形 好那第二小题的部分呢以3分之1为底 好我们一样从y来做y带0 好3分之1的0次方任何说的0次方都是1 所以我们得到10这个点 再来呢x呢我们带1的话 呃y带1的话呢3分之1的y次方 就是3分之1的1次方 所以得到3分之1 而y带2的时候呢就是3分之1的平方 所以是9分之1 如果y带-1的时候呢 倒数再倒数 所以就会变回3 -2的话呢就会变回9 好所以我们呢把所有的点一样描绘出来 好接着呢我们用一条平滑的曲线将它连起来 所以得到的这条图形就是我们的第二小题 以1分之1为底的logx的图形 然后我们用一条平滑的曲线